有没有遇到过陌生人 不求回报的对你好 我就遇到了 我前几年第一次自驾新疆的时候 到了新疆伊利汉萨克自治州的霍城县 当时我对地形还不熟 想去霍城看薰衣草 误打误撞的就到了一个龙家 我看到门口能够停车 然后我就下车问了一下 薰衣草在哪里看 就这样我就认识了葛叔的一家人 他们一家人都非常热情 带我去他们地里免费参观薰衣草 然后呢一家人非常热情的 让我留下来在他家吃住 当时我带了两条狗嘛 一条是周八迪 另外一条呢是一只金毛 那只金毛是我朋友的 我就想着带着两条狗狗 还住在人家家里会很麻烦 结果没有想到 他们对我的狗比我对我狗还要好 就这样呢在葛叔家住了好多天 然后呢跟他们一家子也是越来越熟 后面呢我每一年都会去葛叔家去拜访他 今年呢我又到了霍城 那今年又必须再去拜访他 去葛叔家呢咱不能空手去 得带点东西 怕在我的头枕上 还怕得挺好 我的狗狗好乖啊 我从旭年才来过 我们又继续出方 前往老葛的薰衣草庄园 这就是葛叔的薰衣草店 有的车是停在他的院子外面的 葛叔家卖的薰衣草的产品呢 是他们自驾生产的 薰衣草呢也是他们自驾种的 这边是待客区 看葛叔院子里的花开得多好 他们这边还养了好多鸡啊 这些鸡是可以卖的 这边就是薰衣草厂 做薰衣草纯度和提炼鸡 薰衣草精油的 就在葛叔家隔壁 很近的 葛叔他们老两口真的是太好了 我遇到过最好最好的人 所以我每年到新疆呢 我都要到他家来拜访一下 今天呢 我要把我的车开到 霍城县的清水镇去年检 我行驶镇上的年检日期呢 是7月 今天呢刚好是7月2号 我想着现在不是全国都可以年检吗 在葛叔这休息的时候呢 我狗可以放在他们屋子里 这样我就能腾出时间去捡车 去捡车前呢找了家修理厂 把家庄的车顶帐篷和车边帐 都给拆下来 车顶帐篷 车顶帐篷 拆下来了 现在正在送捡 车子粘捡完了以后 把车顶帐篷和后置扒提给安装上 还有一个车边帐还没安上去 今天把车顶帐篷和车边帐 拆了 捡车捡完车了 然后又给装上了 把所有的螺丝全部都拧紧了 这个车顶帐篷有个问题 好的时间久了以后呢 螺丝会松掉 大家由安装车顶帐篷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回一段时间要拧一下螺丝 现在螺丝又拧紧了 然后增加了一些垫片 就是现在行车了呢 开起来已经没有异响了 之前螺丝有点松的时候 开起来车顶上会有异响 犯了一件大事 我们现在准备去买点羊肉 回葛叔家去 今天晚上看能不能烤个串啥子 又回到老葛这了 赶快把狗在门溜一下 你看小宝 又看上人家羊了 看这家伙多稳重 过来这边点 过来过来 老葛家的薰衣草原呢 就位于新疆伊利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城县 芦草沟镇 到了镇上的话 你直接搜老葛薰衣草原 就可以直接导航到这 我现在溜狗的这个地方呢 是我好几年前来的时候呢 这里就已经修建了 准备是修建民宿的 但是这是好几年了 还没有建设起来 多走一哈走吧 爹 难得要是 你看你旁成啥子样子了 都说你长旁了 葛叔都说你长旁了 嗯 好意思吧 我这前年还带他来葛叔这 就去年没带他来 他还记得葛叔吗 跟葛叔关系可好了 因为葛叔他们就对巴迪好 可好了 今天在葛叔这里做烤肉吃 我们都不怎么会穿 你看这穿串都是有讲究的 就是瘦的给夹着肥子 而且那个肉不能掉下来 要不然会有些肥肤 嗯 今天突然下雨了 这个一串的话 在外面起码都是8块10块的 下肚 看这一下雨啊 就冒出彩虹了 这边那个鱼都好 彩虹照的 这边烧烤炉子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烤好的 第六七月看薰衣草 是一定要认准的 老葛的 老葛薰衣草庄装 老葛薰衣草装 这个是在地图上搜的吗 我搜的 嗯 很好的一个老葛 肤子大大的 黑黑的 前年拍视频的时候也说 然后有人说 你这么说葛叔 礼貌吗 没事 我有点 我用饼子给你干一个 我每年到新疆 到伊犁中的话 都要到薰衣草这儿 放个大室 放个大室 所以我第一次到 自驾到葛叔这儿的时候 哎呀咋有这么好的人呢 这么热情的人 然后自从那一次结缘的时候呢 我每一年过来新疆自驾 有人都来葛叔家 真是缘分 在葛叔家住了两天 这两天一直在忙 今天我要离开霍城了 在离开之前 先去葛叔的薰衣草地里 看看薰衣草 狗仔们这两天也是住得挺舒服的 葛叔的薰衣草地 离他们家里有一个几公里的距离 开车一会儿就到了 找不到葛叔地里的朋友们 可以直接给葛叔打电话 到了老葛的薰衣草庄园 这里面好多客人 还有房车队 狗仔们就不放下车了 现在外面人有点多 我之前开一味科的时候 我把车停在这住了好多天 这边薰衣草 有一些已经割掉了 但是老葛家的薰衣草呢 它会一茬接一茬的 老葛家的薰衣草呢 花期能持续到九月底 这个薰衣草呢 它的花香味跟玫瑰花的香味是不一样的 就是薰衣草的香味 它会有一种什么味道呢 这怎么形容呢 就是一种桃花香 薰衣草的这个香味呢 它是能安身住棉的 薰衣草的这种花骨朵呢 它除了可以做枕头 抱枕 然后它还可以 提炼唇露和精油 它能出很多种产品 然后呢 老葛家的薰衣草园呢 是免费参观的 如果你对这个薰衣草的产品 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在老葛的小商店里去购买 因为它们都是自家的产品 就在老葛地的门前 就有它自家产的那个薰衣草的产品 这种香包的话可以放在衣柜里 放在床头 车里都可以 纯天然的薰衣草晒干的 这个就是薰衣草的纯路 它们是65团的 这上面是薰衣草的精油 薰衣草精油有分几种啊 有一种是可以擦脸的 有一种是做香薰的 还有一种是纯精油 纯精油要使用的话 需要自己拿去勾兑的 这个就是纯精油吧 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就是蜜蜂采的薰衣草花蜜 这边就是薰衣草做的枕头 这里面装的全是薰衣草 这边是薰衣草做的这种小娃娃 还有薰衣草面膜 跟葛叔道别了 我们要继续出发 往乌鲁木齐方向走了 يع名的人 嗯 有了 我们 Vouism家 uck 배厉害